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电视台走上了新闻播音主持的道路 2005年1到5月 蝴蝶在CCTV3主持综艺节目演艺竞技场 流金岁月 2005年8月起 蝴蝶担任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主播 2013年12月 主持第二届中国品牌年会基品牌金箔奖年度颁奖盛典 2013年到2014年 主持两届北京青年创新创业论坛 2015年4月11日晚 导演露川更新微博 承认已和蝴蝶领证结婚 1983年出生的蝴蝶与露川年龄相差12岁 2015年6月15日 蝴蝶与露川在夏威夷毛衣岛举行婚礼 8月初 媒体报道蝴蝶已经怀孕四个月 10月22日 上午9点40分 露川发微博报喜 蝴蝶已顺利生下儿子 近日 蝴蝶与儿子打合影照曝光 儿子开心大笑 蝴蝶手笔V字 素颜出镜 虽是本蛋 更显清秀端庄 他最大的特点是做事情认真 就像一颗小螺丝钉 不管你把它拧到哪里 他都会十分努力地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平民时代 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 书写着一部不小人物奋斗史 从汉中耕读世家 西安求学生养 到考大学夺冠军 尽量是过美玉 一路风雨兼程 一路奋勇跋涉 蝴蝶所走的 是所有普通人只要肯努力 就可以通向目标的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